那觉得自己被侮辱的 不只是中国网友 不只是这个普丁 还有南韩的网友也炸锅了 这张满满的就是一种收入的概念 国际中有这么这么多的收入 29号北约峰会不是举行吗 就是日本跟这个韩国 当然不是成员 也第一次应邀 那两位这个总统呢 特别是这个南韩的影席院 跟这个日本的首相 也是在这个峰会中 才第一次见面 那你看到影席院呢 当然难得参加这个现场 他又刚上任没有多久 所以这个拜登的 我们待会会把这个画面播出 大家仔细看 这个画面我今天看了好几遍 真的很有意思 这个大家全部都站好 美国总统 全世界最有权利的男人 全部领袖站好之后 他才从场外走进来 那影席院就露出了热情的笑容 但是拜登完全无视 蹬一下头转过去 看的是保加利亚的总统 超级尴尬的画面尴尬的不得了 两个人开始谈笑风生 然后大家就仔细注意一下 这个影席院脸上的表情 那个尴尬真的是完全藏不住 我跟你讲有一句话 叫做热脸贴人家冷屁股 讲的就是这个场景 稍后我们播出 稍后我们在画面旁边 会放那个影片的完整版 大家仔细看一下 那南韩的民众怎么觉得 南韩民众觉得天哪 丢脸丢到家了你知道 影席院的笑容看起来真可怜 要不然你叫他怎样叫他哭吗 为什么被当成边缘人 还能够笑得这么谄媚 能怎样呢 他难道掉头走人吗 还有网友无限扩张 美韩同盟大概破裂 不意外了 当然另头拜登的问题也很多 拜登说不定完全不知道 这是影席月会不会 我觉得有可能 对不对 他只认得他太多 他可能走进去想说 这个人是谁 所以他脑袋中两个 第一个是看不起影席月 我不想跟他打招呼 第二个是他根本没认出来 因为你看他连斯维登跟这个 瑞士跟瑞典他都会讲错 我们也通通来电 我们现在打电话给瑞士领袖 他马上发现自己口误 瑞士我的天 我真的很急切的想扩张北约 后来搞错 网友就说天哪 你有读稿机还会念错 所以杨明你怎么看待 他这样对待影席月 那个画面来导播我们放在旁边 真是尴尬的意思 其实这个我觉得拜登有时候 他这个时候 影席月就可以想象到 拜登之前跟空气握手的耐力 对不对 大家还记得他走下讲台 突然往旁边一看握手 然后全场没有人理他 那种感觉 影席月现在完全可以感受得到 当然我觉得拜登现在 毕竟他的心智状况 一直在美国政坛 都有很多的传言 我想韩国的这些网友 可能更生气的是什么 是BTS跑去白宫 跟拜登见完面就解散 单非解散 可能我觉得韩国的很多网友 可能对这件事情更有感 可能以后会说拜登握手 叫死亡之握 解散之握 所以也许影席月没有被握到手 也许不是坏事 来看看这张韩国的酷手的照片 你拍近一点 你看人家川普对金小胖 金正恩还正眼瞧他 而且两个人手握得超紧实 对不对 结果拜登影席月连甩都不甩他 好尴尬 然后你看看这个影席月脸上 还能够维持着这种笑容 笑成那样 瞬间僵住有没有 而且拜登是两个多礼拜前 才到韩国去 对不对 他才到韩国去 可见你知道他去韩国的目的 就不是影席月 还是他脸盲 他根本就是为了三星而去 他不是为了半导体而去 他根本不在乎影席月是谁 所以从这件事情来看 我觉得在包括前面讲的 不管是什么经济学人 或是什么种种族主义 讲什么东亚病夫 讲什么外省猪滚回去 今天只要用这种特色 这种歧视性的言论也好 去形容人 包括经济学人 大家不要忘记10年前 我们的马英九前总统 是被经济学人用什么 Bumbra 直接说他是笨蛋 然后台湾有一群人很高兴 我们的总统被外国认证是笨蛋 好开心 那个时候的时空背景叫什么 油电双掌 然后马英九要把这个 退休军工教的慰问金 把他删除 好 现在我们的时空背景是什么 现在时空背景 油电双掌 我们的这个年金改革 我们的这个公务 公教人员的年金改革 早就已经砍完了 可是经济学人 有对蔡英文总统 讲过任何一句话 没有 所以你看 他就是喜好的人 他不会去管 他不喜欢的 他就是尽量骂 好 这当然是经济学人 毕竟他是一个媒体 他可以有 他自己负责就好了 可是你今天回到 我们回到这个刚刚讲的一堆的国际领袖 用了一堆歧视性 非常不妥的言论去嘲笑 不管即便今天俄罗斯 正在兴起这个所谓的战争 其他国家领袖用这种 戏虐论 嘲讽的这种 很难想像这些是所谓的 国际精英中的精英 你会觉得这根本是一群脱口秀的明星 是不是 对 所以我会觉得 如果今天大家都这样的水准 那我觉得我们治国 就我们今天名嘴去就可以 就可以你知道吗 我们还可以去讲更多更开心的话 我觉得经济学人这个水准比 你知道比校刊都还不如你知道吗 学生的校刊也不会这样写 没错 所以我觉得 其实当然强生他本身就是狂人 当然就是你知道他是一个差点 在这个因为疫情间 在这个关底开趴 差点要被这个弹劾掉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只能象征 我觉得整个国际时间的领袖 水准不够 还有一个差距非常有趣 这个北约峰会竟然出现了 俄罗斯沙拉很有意思 而且大受欢迎 俄罗斯沙拉跟一般的沙拉不一样 据说口味很不错 没有吃过 但是你看看过去吃什么 其实是代表挺什么 你记不记得过去曾经出现过 这个乌克兰沙拉 你要挺乌克兰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会突然之间要 还有西班牙餐厅有没有 各位朋友我们决定把这个菜 换成基辅沙拉 就是要声援这些基辅受苦受难的民众 所以这个反俄罗斯 反中国的这个北约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一个俄罗斯沙拉 虽然短短几个小时内销售一空 但是一天之内马上把它改名字 叫传统沙拉 所以在今天这整张版面当中 你看到来自西方的 不管是有意的 不管是无意的 不管是口误的 不管是媒体到这个政界 满满的羞辱跟歧视 我还特别想讲一下 拜登跟隐习院 你看看这个现场 美国实在是塞得蛮好 所有的领袖站好 等待拜登进场你知道吗 这种就是你懂吗 在职场上 所有大排排站 等待最高领导 所以美国就是最高的领导 所以不管你认不认得出隐习院 你都知道站在这边等你的 都是各国的领袖 对不对 所以何况隐习院 人家笑成那个样子 所谓身手不打笑的脸人 一般来讲 你看到人家笑成这样 你也会点个头啊 握个手啊 或是你也回笑一下 这好像是人情基本 怎么会像无事 然后完全去看另外一端 我觉得也很奇怪 当然这也不意外 就是拜登的精神状况 或是他的意识等等 在美国有很多 关于他健康的揣测 等等帮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就是维生性电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后 会再还原抽水 温和不刺激也不会伤害肌肤 所以母亲姐要到了 还想不到到底要买什么的话 赶快到快点购 记得输入折扣代码 CTI717帮你把好康带回家